各位投资朋友你们好 想要迈向股市赢家就从零开始 我是陈志玲分析师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今天是3月4号星期四 台北股市连续这4天的一个跳上跳下的行情 那今天大盘的部分收盘也是跌破了一个月线 在接下来这个行情 投资朋友心里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恐慌跟紧张 不过我们今天节目要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没有杀低股票的 那现在反而是你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那什么样的分析的观点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说明 那产业主流的部分 一样没有改变在电动车 台积电跟5G的部分 那股市呢是走一个区间的相形 那我想我在上周周报节目就跟大家做分享了 这段时间我都跟大家谈到说相形的操作 你高有先出的话 在现在这个位置 低档的地方反而是可以考虑进一些股票的 那包括很多新手投资朋友来这个股市 如果你现在还是用融资操作的 那你不妨把我昨天节目看过一遍 那如果说是现股操作的话呢 投资朋友其实我是觉得你可以放轻松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谈这个行情的部分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的下跌 包括国际股市的拉回 很多人还是把这个原因归咎在于 债券殖利率的上升 那我想我在3月1号的周报节目 有跟大家做过分享 股票市场它仍然是优于债券的 包括中时粉丝 我们在开空盘之前的2月15号节目 就跟大家分享到4月底这个联准会开会之前 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资金的状况 它应该都还是维持一个QE的宽松 包括低利率的环境 所以跌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点位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投资朋友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杀低股票的话 短期其实你可以不用去杀 那最近的一个拉回的原因 因为我提到股市跟债市它是一个同步下跌 这市场上的一个部分 明显就是在走一个去杠杆 最近的股市拉回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利空的 如果有利空的话 我们还方便去判断这个事件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但是因为它是没有利空的下跌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整个市场上的一个台北股市内部的筹码 包括国际盘的一些筹码 相对上是比较凌乱的 所以最主要现在就是在走一个去杠杆的一个情形 在2月20号周报就已经有跟大家先做过预告 目前来讲的话呢 相对上比较不适合去买上市的全值个股 那中时粉丝其实我们讲过 加权的对称满足点 从8523这个对称上 16500点已经靠近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去追上市的全值股 那当然都是目前盘面下跌的一个重心 我们提到说 其实台北股市它就是会进入这个 像去年8月份到11月这之间的一个盘整走势 所以盘整的走势其实不好操作 我告诉会员朋友什么 就是操作的动作减少 最近呢我们会员的一个进出动作并不是这么的多 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包括在昨天的大涨 我们也没有去追股票 今天早上开盘之后 开低很多人会想要去抢进 但是我都告诉会员朋友什么 从我们工具来看的话呢 这个量能缩小 工具的一个卖压的部分呢 是高于昨天 跟这个整个平均值 没有这个量去滚这个卖压的话呢 这个行情就相对上市 比较不适合去照进去乱买股票的 所以观众朋友 你盘中的操作 有没有一个工具在带领你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再来看国际盘的部分 3月1号的一个周报跟大家分享 道琼标普跟达克嘛 那我提到说这个紫色圈圈的地方 尤其以标普500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跌破的 但是呢这个前波的一个突破的景线 这三个指数 其实都有呈现一个跌破的情形 那尤其像NASDA的部分 它是有跌破这个圈圈的 所以它的惯性来讲的话 那 那达克是比较弱势的 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盘中的一个走势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道琼跟标普原先站回去之后呢 目前的盘中也是呈现一个跌破 那科技类股的NADA 那跌破这个点之后呢 今天也是有呈现一个创短期新低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从这个拉长周期来跟大家做个分享说 为什么在这里反而是你一个反败为生的机会 投资朋友在这个位置短线来讲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不用去做一个杀低的动作 因为NADA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上升趋势的部分 目前价位非常的靠近 那从前坡这个整理之后的一个突破颈线的位置 那目前刚好是来到回撤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它不是像去年的2月份这个地方 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呢 非常弱势之后 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那目前因为已经来到了这个支撑区 来到支撑区来讲的话 通常都会有一波的反弹走势 所以这个也是我跟大家分享到 你反败为生的机会 在这个位置你不用去做一个杀低动作 但是谈上来之后 有些股票会再过高 但是有些股票它可能就不会再过高了 4月底之前资金环境我认为还是有利 所以目前看法上面在支撑区你不要杀低 谈上来要不要去减码股票 你有个股问题 我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那从台北股市内部结构来看的话 开轰盘之后的这个整个结构数据 原先是好转的 不过受到这个国际盘的拖累 所以台北股市相对上市有稍微 就是比较呈现震荡 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 多头股票的数量仍然是比空头股票加速多 所以如果你是现股操作 你买的是一些产业趋势股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放轻松 但投资票如果说你是买到一些衰退的产业 那当然你的一个个股的调整就非常重要 个股问题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 HNTC或者是你扫描这个标签 那加入之后呢 你一定要传送这个贴图 还没有订阅关注我频道的 一定要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 你要收看有分析逻辑 能够跟你领先预告的节目 那现在你要买股票的前提 重点是你要有资金 如果你没有先减码的话 如何谈买点 这个是在封关之前 2月3号我跟大家做分享的 包括我们的一个节目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透过大数据的方式 跟你提醒这个盘式 1月5号我跟大家分享指数在涨 多头股票加速在往下走 这是呈现一个背离的讯号 那当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谈到说 感觉就算它不会是常态 我在今年的一个操作 因为机器拉高了 所以跟大家分享到 你不要借钱买股票 这个是在1月10号 提醒你不要用融资 所以我们在1月中旬去调整哪些股票 我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做公告 1月19号我们770块去卖出身家电子 这是1月底的节目 包括缩合的部分226.5 包括223.5 以及214 我们分三笔做出场 当时预告太阳人的一个缩合的一个操作 那以及这个3587的红康 这是台积电概念股 我们在1月20号19号去做布局买进 在100块以下 当时跟大家做验证 那这档股票也是在1月28号 开盘之前我就发讯息 告诉会员朋友 那就是开盘价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所以这些股票你有出场的话 盘仕稍稍稳稳定 你才有资金去买股票 所以投资票 宏康的部分我昨天有讲过了 它也是台积电我们看好的产业趋势股 以公司获利来讲的话 它的本益比 在百元附近仍然是偏低的 今天开高做震荡 那后面来讲的话 还是可以去找一个进场切入的机会 包括像同心电的操作 这是2月3号有跟大家讲到 那这档股票我们是长期来 中时本师节目上我们都有跟大家做最终的 什么时候去布局 什么时候有去做高出 这个我们来回做过几次 1月14号的节目讲的比较清楚 什么时候布局同心电的 包括2月份的一个减码的证据 包括在1月份的减码证据都有讲 所以这股票我们涨跌都有做追踪 那我们在 这个封关之前 1月26号 有请会员朋友在230这附近去减码一笔 包括221我们全部去做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 你有先出场的话 2月17号开放盘你才有资金再重新去买进股票 因为今年的股市操作我提到就是一个箱形的操作 你要能够做到高先出低档再去做承接的一个动作 所以同心电在当时开盘价一下买回来 那这个是我们当时买进的串价证据 会员朋友都有机会出 这是成交在217这附近的价格 那22号的同心电我们提到他拉尾盘嘛 操作设定我们当时会员已经有讲 那隔天23号我有请我的会员 把同心电的部分去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229以上去做获利了结 那这个是发完信息之后 会员都有机会出在230附近的价格 那为什么要做出场 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比较不适合 在利多的时候去买股票 那当时有这个新闻利多提到同心电变相涨价 但是我们发现到利多建帮他反而开地 而且量没有出来 那我们就请会员朋友先去做获利八档的动作 那当天的一个赖的节目都有去做公告 我们同心电已经去做出场的动作 所以后面的几天其实同心电 你有机会稍微去做个调整 因为隔两天他都是呈现一个开高的 如果你在这里高有先出 因为量没有出来嘛 那到现在来讲的话 整理拉回 那不管他们去破这个颈线 其实呢这都还是中长线看好的公司 所以你高有先出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是等待低级的机会 包括有去做解码的话呢 2月17号我们普通会员朋友 24.35有去买进2401的领阳 这个是当时普通会员朋友买进领阳传承证 9点办法的讯息 那10点附近都是在这个价格之下 会员朋友能够去做成交 那我们的股票操作 我们都有一定的一个操作规划跟设定 这个是在2月17号开放盘 我们买进领阳之后 把领阳的看法告诉我们会员 今年预估大概赚多少钱 然后目前的操作方式 因为量说我们先以区间灵活操作为主 这个都是在进场之后 我们都有去做想清楚的动作 包括我们在2月22号星期一 开始去出一些股票 节目上都有讲 那领阳我们当时在27.05 请会员朋友去把股票获利了结 发完讯息 这个都是到后面都能够穿嫁的一个证据 所以到现在的领阳收盘来到24块7 所以投资朋友它就是一个高档区间的乡息 那量都是没有出来 所以量没有出来它是走一个盘整 那盘整的话投资朋友 你就是要去做到高出低进 而且这些公司产业面当然我们都是没有看坏的 那包括2月15号开放盘之前的特别节目 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三个看好的族群嘛 电动车半导体跟5G那半导体的产业主体蛮大的 所以我提到说当前你可以先去注意3DIC 那我跟大家分享3DIC台湾受惠的主要在ABF载版这三熊 新兴南店景硕我当时都有讲 那我当时跟大家讲到以公司的获利评价面来讲的话 景硕的股价相对很便宜 那当时的价位在80块这附近 开烘盘当天投资朋友你是我的节目的粉丝 你有机会去布局在82块这附近的一个景硕 那当天是拉上了一个场停板 那一样在2月22号节目我们提到当时有去出场一些股票 景硕我们当时也去做获利了结 那其实我们都没有卖最高 我们为什么去做出场 就是按照我们的操作设定 这当股票告诉会员朋友 就是沿着这个上升轨道的部分去做一个操作 所以当天的节目都有跟大家讲 有先高出才有资金做集中 这个都是有提前跟大家讲 高档你要去做一些调节动作 所以昨天前我也跟大家做过补充 现在的行情因为激起拉高之后呢 你尽量要去买这个有公司有缴出获利的 然后股价都相对被低估的 你在这个相对低估的地方去买进 卖在相对目标满足的地方 那投资票流年的股票操作的特性就是 好的股票来回做 所以在我们的投资名单里面呢 我们都已经有设定大概20档到30档 我们今年相对看好的股票 那价格的部分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操作的设定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你也可以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那国具呢在2月19号的星期五也跟大家做分享 这张股票我还没有请会员朋友去买 我提到说空手的话你可以等待一个价位 因为当时的融资有去做一些增加 那持有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看坏这张股票的 你就是守一个支撑的价位 那2月23号有这个新闻利多 那行情来讲当中比重拉高就比较不适合看新闻去买股票 所以当时国具提到这个被动元件要涨价嘛 那当天的国具涨的大概接近块3% 但是我们在line的节目已经有提到说 国具这个成交量在这个位置 它并不容易突破新高 它仍然还是在这个箱形区间做震荡 所以来到箱形区间上缘 我是不建议去买这张股票的 那隔天的国具呈现一个拉回 我们提到合适价位我们才会考虑去买嘛 因为我们资金只有一套 那国具也是在我们的会员专区里面 有操作设定的股票 那我们设定的一个适合买进的价位 跟停损价在哪个地方 今年的目标价大概在哪里 我们都是没看坏的 所以观众朋友 目前股价的一个拉回 今天收盘是575块钱 也靠近这个区间箱形的下缘 在这里月线是下弯的 所以当然它会稍微整理一段时间 也不排除可能会去短破这个低点 当然要看行情的部分 所以这股票适合价位 等待落底 如果你想操作国具的 你也可以跟上我们的一个布局 在1月21号的一个负财投控 明年LD 我们当时节目有讲到 我们有高有先去做减码动作 这个是在1月20号 我们负财投控 去做减码一半的动作 那负财投控 我们从去年11月份 满进金店 一路性跟搭做最终 这个忠实粉丝都是知道的 好 然后这股票我们在开烘盘的当天 我有请新会员朋友去买进富财 因为我们之前有去做减码 那这股票我们本来就没有看坏 当时节目告诉你 这产业今年是爆发性成长的产业 虽然它经过整理还没有马上涨 但是我跟大家讲 这产业今年是看好的 而且技术面它是一个打底的现行 那公司的内部人大股东 有达都在加码 负财投控这家公司 所以投资票连内部人都是看好的 那这股票上周是2月25号 我跟投资朋友分享 这股票我们虽然有去减码一些股票 但是富财投控 我们会员朋友买进之后 我们是持有不动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已经一个底型打出来了 到今天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重挫拉回破月线 你看到负财的部分 它今天还是呈现一个创短期波段新高 而且来到这个颈线的位置 大量有去做个突破的企图心 所以今年是高度成长 所以这股票我们仍然是看好的 如果你看我节目 你持有负财的话 也都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那3019亚光一样 在2月22号星期一 当时有去做一个出场一笔的动作 因为这张股票我们是买两笔 然后当时的节目 也跟大家分享到 没有看坏 这是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 下一个买点在哪个地方 3月4号今天亚光 也是呈现拉回跌的4% 下跌我一样跟投资朋友讲这个股票 那2月份的营收公告了 因为2月份的工作天非常的短 那目前来讲的话 有些公司会月减这是正常的 但是你要去看这个年增率 这个亚光的年增率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今年的获利的部分是值得期待 那这个拉回 包括这整个国际股市在相对位置 都是一个操作机会 那2月15号星期一开放盘之前 我们当时节目是有跟大家提前预告 亚光的股票 我告诉投资朋友 今年获利预估大概挑战3.5元 有机会挑战2019年的水准 那开红盘当天其实亚光也没有大涨 从时本市其实你有机会布局在70几块钱的一个亚光 然后我们是全市场 唯一有提供出亚光 买进的抗讯的证据 这个都是盘中实际能够成交的价位 我请会问朋友在76块2以下去买进 那当天都是在 收盘是在74块3 这都能够做成交的 包括2月3号 我们有去做加码第二笔的动作 所以这个都是实际成交的证据 2月18号公司董事长提到说 今年的获利要挑战2019年的水准 所以亚光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 18号它是拉上涨停板 我请会员朋友持股续报 包括19号拉出第二根涨停 我们也是持续性的续报 一直到了2月21号我们去做高出一趟的动作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都是我跟大家强调的 今年的股市操作 就是要好股票来回做 所以投资朋友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投资名单 包括我昨天影音的最后跟大家谈到说 目前股市动荡拉回 大家可能会担心 但是中长线方向为什么比较看好是往上的 那跟台湾的半导体跟台积电是有关系的 所以台积电提到说 未来5年10到15%的年复的成长率 所以这整理拉回的话 投资朋友其实这都是支撑台普 将来再往上一个机会 来到这个关键的位置 开始有拉下引线 那接下来这个台积电你可以特别去注意 这段时间为什么整理 就是因为这个融资 台积电也是我们锁定 接下来可能会去做一个操作的一个标的 在这里我们当然还去关注 就是筹码的一个问题 所以提醒大家 这种大型全资股 它是作为一个比较中长线的 那如果进来的筹码都是融资 这种做短线价差的话 股市的部分 它就比较容易是持续性的盘整去洗筹码 再拉上来去做一个右肩的几率都是有的 好的公司 它甚至后面再创新高的几率都是有的 所以为什么不看悲观 我节目的部分都讲得非常清楚 你不要用融资去买股票 只要大盘没有转向的话 有些产业趋势的公司 你可以去做持有 如同我在开放盘跟大家讲的 像太阳人的部分 这些都是我们在去年11月15号 跟大家整理的 九大趋势产业 像风力发电跟太阳人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用线股操作的话 只要方向没有改变之前 其实你的心理状态会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全球趋势 股价涨涨跌跌 但是现股操作 你就不会有被融资断头的压力 联合再生 它是不是又涨回来 我们去年12月份跟大家讲的位置 如果你用现股操作的话 到现在这些公司 包括像台北股市经的重挫 你都还是有赚钱的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就是一个你资金控管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个提醒 公开节目跟我们赖的节目 我们所讲的股票 并不是在做一个个股推荐 个股买卖推荐我们只有针对付费的会员 那我们谈论这些股票 就是提供个方向给大家参考 你要跟单操作的话 请你盈亏要致富 那这档股票呢 在今天台北股市重挫拉回呢 它还是非常抗跌在平板这附近 那随时都有机会 在网上去做攻击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 要赚它三成 行情有机会指纹的话 都是你进场的机会 想操作的话 欢迎你可以直接来电 如果不方便来电的话 你可以透过网路的表单 在影片下方这里 点选标题下面 会有这个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的表单 帮我正确的填写 那持股问题你写清楚 我们透过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那你也可以自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